大家好,我是龙道 马上的话我们就进入新的一年了 太岁的话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2022年人一年太岁的生肖有哪些 第一个,2022年直太岁的生肖属虎 属虎的人的话在虎年里面面临的就是本命年的直太岁 这一年属虎的人将会受到睡迫和灾心的困扰 这意味着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难一帆风顺 太岁、福师、建峰和黄帆等多颗雄心都蓄势待发 随着虎年破坏虎人的事业运和财运 但是好在有匠心、悦德等贵人心 会给属虎的人带来一些转运的机会 第二,2022年冲太岁的生肖 属虎,属虎的人来到2022年人饮虎年的时候 就会发生冲太岁的情况 从而使其事业运在凶心的干扰下 正财运欠价 虽然他们自身条件优秀,人员极佳 但是其后还会蕴含着许许多多不稳定的因素 进而使之在工作中经常出现披露 使之事业运势产生了波动的起伏和下滑 第三,2022年行太岁的生肖 属蛇 属蛇人来到了2022年人饮虎年的时候 就会发生害太岁、行太岁的情况 属蛇人在这一年中可谓是诸事不顺 运势坎坷 不仅其事业运势会受到小人的冲击 而且那其家庭运势也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建议属蛇的人在2022年和家里的人 多沟通交流 化解不必要的矛盾 第四,2022年破泰税的生肖 属蛇 属蛇的人来到了2022年人饮虎年的时候 就会发生破泰税的情况 他们温和的性格和直爽的脾气 为之以耐了极好的人际关系 但是由于受到流年泰税的影响 属蛇的人在这一年中事业进展缓慢 而且钱财不易得 感情同时也是一不三者 那么针对于2022年这些情况的话 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化解泰税的东西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化解泰税的福传 这就是人影年的话化解泰税的一些福传 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化解泰税的一些首饰 这一种的话它就是一个珠沙的下面带一个玉的平安寇 这来也是一种化解泰税的首饰 除此之外呢 还有化解泰税的红绳 和这个专门用来化解泰税的一个马脑手链 上面的话有化解泰税的福传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挂饰 比如说这一个的话就是化解泰税的锦囊 锦囊里面的话 它会装珠沙和以及这个泰税服会装在锦囊里面 那么就是说针对于以上处在泰税充客的生肖 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 请这些化解泰税的物品给自己提升一个好的运气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